啊 日本的 東京豚骨拉麵 請盛開 上班了 走了 進去 進去 我們來打打打 完了 完了 不能錄了 上班了 嘿喲 上班了 看起來喔 今天的這個預約名單 前世界級偶像團體成員 哎唷 哇 我們節目這麼有錢喔 我們竟然邀請到 Perfume嗎 十四歲的自我介紹是 身材高挑 意志成熟和堅固 缺點自我護掉既性差 不吃芋頭香菜豬血糕臭豆腐貝類海鮮 北飄的媒體工作者 北飄 成長者 喔 所以今天都是 哈囉 店長 歡迎光臨 哈囉 你自己買 你今天自己買了喔 對 今天自己買 喔 因為他們都會買醋 沒錯 不是不是不是 全買了 全買來了 應該還有缺幾樣 所以你已經知道要做什麼了 對 因為我有先問過節目者 今天的來賓是誰 所以你知道 你有猜到了嗎 這個明顯啦 就是那個阿布嘛 阿布 沒錯 就是阿布 所以你已經 所以你已經要了名單 你怕他們買錯 對對對 你先要了名單 那你已經知道要做什麼了 已經知道 第一集鐵牛的時候 然後有不小心主要他最怕的東西 就是香菇類嘛 對 然後這次有特別跟製作單位要名單 就是 看一下來賓有誰 然後害怕吃什麼 還有不喜歡吃什麼 先記錄下來 然後自己再去 去市場做一個採賣 這樣感覺可以比較符合大家的口味 這樣子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預約來賓 看起來應該都是 離家啦 是 對不對 離家工作 所以是一個 一個這個 異鄉油脂的感覺 他這個還有一個特別講說想念家中的餛飩乾麵 所以他們應該都是一些 就是離開家鄉然後來台北 然後買不到餛飩的 買不到 對 年輕人 買不到 那你的菜單設計 是 怎麼設計的跟他們有什麼那個 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漂亮 我原本是 吃起來好吃的就好了 對 我原本是就是 因為阿貝出生的地方 阿貝是誰 阿貝是小當家的媽媽 阿貝 阿貝才對 阿貝出生神愛船嘛 神愛船縣的 對 神愛船縣 那邊就是海產出名 但是阿貝不吃貝類海產 所以我們都是 今天都是魚肉 就是為重點這樣子 前菜撒拉然後煮菜的話我就想說 做成丼飯但是他是那種 小小一球像是壽司 這樣子 但他實質上是丼飯 所以他應該會有兩三種 對 差不多 然後就甜點了 甜點 對 三個 對 就這三個 甜點是 甜點我不會形容 這是我自創的 唉 對 可以 應該還不錯啦 味道感就可以 你真的是 你很棒 很棒嗎 你真的很棒 你好認真喔 是嗎 你真的好認真 我覺得還好耶 哈哈 我們上次 甜點就是 最後才做 所以導致有點像 烙賽的感覺 冰不夠久 所以今天我們 直接先從 甜點開始做好了 來 漂亮 那我想說我們上次也有酒 第一次有酒 上次也有酒 那這次也來 我覺得啤酒適合配 那些排餐之類的嗎 我覺得可能要 啤酒跟白酒 因為海鮮 搭在一起 搭在一起 那啤酒可以是一個 挑一個比較清爽的口感 當餐前 主餐我們就配個白酒 沒問題 比較輕鬆 那甜點我覺得 我們節目預算有限 所以我們就不要配酒 好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 各自忙 我先來 搞 辛韻餅乾 那我先煮醬料 好 我先來搞辛韻餅乾 然後搞完之後 我就去買酒 然後你有什麼需要我的 隨時Cue我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就 開始 台北的印象 橋很多 以前 都是做客運來台北 然後都會 下橋 要到台北的時候都會下橋 我覺得 哇 台北的橋好大 然後好多 我記得第一次來台北的時候 好像就覺得 是一個很繁華的都市 因為晚上燈都是亮亮的 然後好像很多好玩的 因為我媽帶我去什麼 玩具翻斗城 玩什麼戰鬥陀螺之類的 欸 鳥屎家鄉有一個 叫米乾的東西 沒錯 你吃過嗎 我沒吃過 我以為是 米苔木 不是不一樣 我不想這樣講 但是 他就是 原理有點像板條 然後米乾是用 再來米 他沒有板條那麼 Q 因為板條是用糯米 他 其實有點神秘 因為他是 我們村子 龍鋼地帶 中貞地帶 才有的東西 因為我們那邊大部分都是 顛免 顛免的 厚 厚一點 我們叫孤軍啊 他們當時就是一群 國共內戰的時候 從顛免地區這樣一路 逃到台灣來 這一批軍人就被稱為孤軍 所以 有一本書叫做 黃昏下的孤軍 就是在講 我們的 我的 我外公外婆他們那一代 逃來台灣的故事 但是全台灣的村子 有完整的保留 當時的人的特色 在那邊的特色的村子比較少 因為很雜嘛 因為是一路逃過來的 所以大部分的眷村都是 幾乎都是老兵 但是文化很雜 只有少數幾個村子是 當時的特色文化有比較被保留的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這邊 雲南的 中貞的 中貞新村 跟中貞藝村 小時候我外婆都會做一個湯 那個湯就叫酸湯 它就叫酸湯 但是它是用 我忘記它是用 反正它用了很多 很奇怪的材料 然後那個湯本身就是 我現在記憶裡它沒有任何味道 它就是酸味 但是非常好喝 我小時候都會用那個酸湯 然後配飯 然後就吃 四五碗飯 然後就腸胃不舒服 因為也沒嚼嘛 因為就是湯爆飯 很多很多 小時候的 菜都 長大都吃不到 一方面是 老人們不會做了 沒辦法做了 或者是 外地找不到 有太多太多是 來不及 學 然後來不及了解 小時候還不會想要去了解 等到想要了解 回頭的時候你就發現 哇 基本上已經失傳掉了 這是非常非常 如果換這個 如果換我介紹家鄉的話 麻糬 蒸氣 還有 另外你叫什麼 好吃 那我來寫一下題目好了 一樣是我隨便想的 是 我們要針對一些異鄉 異鄉有什麼 理想型 會有嗎 理想型的人還是菜 菜好了啦 理想型的菜 第二題就出個 我出了一個很難回答的 457乘以12 等於多少 我考了幾個 123456 6個 好 我的品項考完了 你應該沒有需要我對不對 好像目前不用了 目前不用的話 那我覺得 我就去把 今天的酒水來買一買 我來看看我能不能在有限的預算裡面 買到一些好貨 做出三種酒 好 那我就去老學 好沒問題 路上小心 沒有問題 酒吧 因為像上次的甜點就很繞賽 然後看起來也很繞賽 想說這次要share吃一下 做稍微可愛一點 那就做 因為 這也沒有特別名稱 就是自己腦海中 想像這個 味道應該會好吃 然後就把他組合起來 這樣 OK Chef 我回來了 Hello 挑到 我買了一大袋 但是有一袋 拿去凍起來 先冷凍 我們先拿這袋 見面ですか 我日本人都很不敢吃芥末 謝謝 怎麼這麼早來 我們還沒那個 真的嗎 還沒做好 因為就是 聽說你們在 滿日的準備中 然後 沒什麼在吃午餐 所以想說 送你們一個 員工餐 哇塞 這什麼 那什麼好意思 等一下我們先粉頭看一下我的 好焦了啦 好焦 然後 給他看起來 這個 看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送 Niko 謝謝Maria 要不然我們可以一起吃這個 可以 對 對 對 可以啦 你這是昨天早上買的 可以嗎 沒有XX的放現在是不是 這 就是我媽媽小時候就是 幫我做 去外面 去外面 跟學生 圓住 對圓住什麼的時候 幫我做的 醬汁燒肉三明治 我們要乾杯嗎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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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喜歡 有味道嗎 請問有味道嗎 大家好 我是阿布瑪莉亞 大家好 今天呢 拜托你主廚的書池 我約到了 所以呢 進修他們現在在 滿日 滿日的做菜 然後也沒有吃到午餐 所以我現在是 開始料理 然後準備給他們吃 我今天是做一個 我小時候很喜歡的一個料理 叫做 珍珠燒肉三明治 但我從來沒有說過啊 所以 呵呵呵 我恐怖欸這個刀子 日本沒有這個刀子 今天好多 新體驗 呵呵呵 你要十三敢吃嗎 呵呵 不要跟他們講就好 呵呵 呵呵 嗯 嗯 嗯 一生 因為呢 就是我媽媽是用 あの 豬肉片 像火鍋那時候那種片 然後做 可是呢我今天到了攝影棚 然後要煮的時候發現 這個肉是 一個很 很 大塊肉 然後我想要 切成火鍋片那樣 可是呢就 沒辦法 然後後來 欸算了那用這個肉看看 真的不行就煮 呵呵 捏捏捏捏捏 ヤバイ ヤバイ 哈哈哈哈 ヤバイ 呵呵 呵呵呵 呵呵 你去吧 呵呵呵 呵呵呵 有飯 呵呵呵 不要跟他們講就好 呵呵呵 那你自己有試吃過嗎 呵呵呵 沒有 那你吃晚餐了嗎 嗯 還沒 呵呵呵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 好吃啦 那個 加長感 加長感 烤士有先 烤士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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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士 哈哈哈哈哈 這不是你的味道 哈哈哈哈 這是豆干 哈哈哈哈哈哈 豆干耶 豆干啊 很硬 素的 還是 還是很好吃啦 就是 還是很好 你不要吃完啦 沒關係 不用吃完 對 這個可以抽出去啊 就是 就是 試看看第一次怎麼吃 可能之後 之後會好吃 對 好啦 還是很好吃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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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收到我的心就好了 有有有有 有時候還行 那妳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妳可以幫我把外面便當拿進來嗎 約你 不要 還是很好吃啦 謝謝 謝謝 謝謝瑪莉亞莎 那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有素人 然後他們不知道妳會來 真的 對 那我這個鞋鎖起來 對 不能背下沒事啦 我的形象問題 對 你還有形象問題喔 你還有形象 笑聲跟擦玻璃的聲音一樣 沒有形象問題 有了有了有了 妳再笑一次 好乾淨喔 直播每個人都這樣講耶 不能這樣 妳說 我說妳敲在哪兒插布裡 他就很像啊 一定有一個flag 怎麼辦 好乾淨喔 拐丁拐丁 不要 我要走了 妳不要走啊 妳要先把這個收起來 然後躲在這邊 好不好 好那我們要請 阿布先躲在裡面 等一下就來請我們的素人 好啊 說一些對阿布的真心話 我們要有個暗號 什麼 我們要 欸對 對不對 我們要說 我想一下 好吃ですか 就出來 確定 你記得 我記得 我沒講 就不要出來 好的 那你們加油了 加油 OK 再見 他進去了 趕快收一收 大家趕快收一收 走走走走走走 不是要跟人家在做嗎 聽到了是不是 聽到了是不是 好吃嗎 還沒 還沒 好吃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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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難 還沒吃ですか 還沒 好吃ですか ちょっと やめてください 不要玩我 這真的很難看耶 好了我們已經差不多了對不對 差不多了差不多 我們已經快要搞定了 是 好可愛 你進去一點了 要跑出去 拜拜 你好 你好 哈囉 哈囉 隨便做都可以做喔 沒有對不對沒有 不對你們有名牌請 照名牌做 隨意做嗎 隨意做嗎 照名牌做 趕快收下 不然我們睡覺已經很難拍了 我就說 我們的新日品牌裡面會有些題目 所以如果抽到的話 大家就要回答一下 大家就要回答一下 大家都是有看麥卡貝的節目 有 應該都有看過 那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平常是看木曜比較多 還是宅知道比較多 宅知道 宅知道齁 宅知道 都看 那木曜有在看嗎 木曜沒有 木曜沒有 完全 哪 偶爾還是沒有 偶爾 偶爾 對 珊珊呢 有在看木曜嗎 可以這樣我先吃完 不行 其實我們今天還有一位 客人還沒有到 然後呢 他是 不想承認 他是木曜的人 你要不要猜猜看是誰 我覺得是阿布瑪利亞 你覺得是阿布瑪利亞 那 阿布瑪利亞 阿布瑪利亞 阿全 嗯 現在想到也是有阿布耶 都是阿布 那你們喜歡他嗎 欣賞 欣賞 所以就是 欣賞但是還算討厭 我沒有 不要討厭你 就是我沒有在追星 但是我欣賞 對 欣賞他的 來台灣 獨自奮鬥 打拼 他沒有獨自啊 他有公司啊 你這麼阿布瑪利亞 阿布瑪利亞 真的不是講錯話 就覺得他跑步很好笑 你覺得他跑步很好笑 對 對 我先跟你們講啦 今天不是他 今天不是他 說真話 你們可以說實話 還有嗎 還有什麼其他對他的想法 嗯 頭髮染色很誇張 頭髮染色很誇張 我是被他很厲害的中文嚇到 我也是 我也是被他中文嚇到 那我們要先幫你們上 上個前菜 第一號沙拉 我們的主廚RICO 前菜沙拉 然後各位應該也都是 我們今天其實有一個小主題 就是異鄉有子 對 大家都 不是台北人嗎 嗯 那我們也是 也是要 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你們可以動 可以動 那既然要做我們主廚 自己做的蜂蜜芥末 然後是用電容芥末 跟非常高級的有機蜂蜜 那一定要6萬 這一盤沙拉 基本上要價4億 真的假的 對 怎麼樣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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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怎麼樣 有什麼問題嗎 你可以 可以稍微 站遠一點 我可以 喔好啊 有點緊張 欸 你這樣 這時候出來就對了嗎 欸 你不是今天不會來 他今天不會來 他今天不會來 把他怎麼路過 因為那邊通到外面這樣 然後等一下就走了 好 好 好 我們歡迎台資源邰哥 可以了 可以了嗎 可以了 可以了 聊一聊這樣 但他們就是沒有很喜歡木屋 所以你自己講到消息一遍 所以你自己講到消息一遍 哈哈哈哈 誰叫我來 誰叫我來 誰叫我 誰叫我 遭錯人 幾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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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先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就輕鬆吃輕鬆聊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 就是Chef會 隨時幫你們上菜這樣 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從全哥開始好了 全哥你剛剛幸運餅乾抽到的題目是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來聊一聊 其實我看不太懂題目啊 沒關係你唸出來我會解釋 這就是我的功能 為什麼你是少寫的 因為那是我寫的 很好 好幸運喔 欸 幸運 不要吵啦 理想型的話 吃完覺得很舒服很放鬆 然後沒有什麼壓力 就覺得今天的疲累都被緩解了 類似這樣 療癒的 所以任何這樣的你都可以 對我覺得都可以 所以你沒有特別 因為我們看你的那個 資料上面你有特別說 你很懷念 家鄉的餛飩乾麵 對對對 那其實呢我們今天呢 也是有 餛飩乾麵 沒有準備乾麵 就是準備了一些沙拉 所以任何你覺得可以 就是比較那種 Comfort food 對 都很舒服 那Ember呢 我應該也是 家裡面的 也是家裡的在 Ember是哪裡人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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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台北幾年了 三四年吧 三四年而已 對對對 大學畢業 來嗎 來工作嗎 大學畢業 有過一年才來台北 然後工作 對對對 那這樣好像就不一定是高雄 就是家裡的菜 尤其是那個 我媽媽做的那個 紅蘿蔔炒蛋 喔 對 欸很巧欸 我們今天剛好 那個後製 後製 後製 沒有 因為紅蘿蔔炒蛋其實在 任何的熱炒店 什麼其實都點不太到 所以一樣是家裡的菜 紅蘿蔔炒蛋 喔 紅蘿蔔炒蛋 對 那三賽 三賽是哪裡人 我新竹人 新竹人 沒有回怨嗎 不要這麼羞喔 今天的決定 妳最遠 對我最遠 所以我在日本待三年 你在日本待三年 在哪邊 比較偏東北的地方 比較偏東 所以 我比較想念的是拉麵 靠東北的話 對不起因為我日本地理很差 靠東北是 很冷的地方 北海道下面 不知道啊 妳當我滿濕的 蔡布林 誰在蔡布林 東北哪裡 仙台 仙台 仙台就是東北 而且很上面 仙台的拉麵是什麼樣的拉麵 可是我想念的拉麵是東京的 妳很莫名其妙 從新竹跑去仙台 然後想念東京的拉麵 仙台不是很有名是牛舌 那也很想念 牛舌很好吃 這是因為牛舌它可以買來烤 但拉麵之後還是比較講求手藝 對 就是湯頭 湯頭的手藝 那妳想念的東京是什麼口味 雞白湯 很巧欸 我們今天 沒有 有雞湯嗎 我想應該沒有 所以會日文嗎 沒有 沒有 就是有可能忘記之類的 我們日文對話 要懷念一下那個 懷念一下日本 然後懷念一下家裡 沒有 今天 她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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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沒有說話 所以 娘子的飯是多少 飯歷 大學生 大學生 對 自動twitch 你看看 好可愛 顏色 顏色 你什麼臉 你什麼臉啊 我還是聽懂一點日文的好不好 真的 對啊 妳跟我講日文我聽得懂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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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工作是何時 八點 八點 這麼快嗎 這麼快嗎 八點半 這個工作是嗎 妳可以講慢一點嗎 哈哈哈哈 你講話 是我們講很快 我知道你不必講盡的話 因為我們家注重健康 所以通常都 比較少外食 那我媽好像 也沒有太常煮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我覺得唯一 讓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 剝皮辣椒雞吧 對啊 雞湯 對我媽拿手雞湯啊 對媽妳在看 對啊 我原來就生長大的小孩 應該不少 但是大部分眷村小孩都是 會離開眷村 然後像我是末代 就是在我們這一代的時候 眷村就拆除了 所以我自己對眷村的情懷是很深的 因為它在我還 它在我長大的時候是 是我生活的地方 然後在我還沒有完全能夠理解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消失的時候 它就消失了 所以那個靜香情缺的心情 在我身上蠻嚴重的 所以我對家的羈絆不深 所以我對家鄉這件事情 比如說尋根這件事情 的認同感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間的鎮圓中 那邊就有一個空間 其實我們在這間鎮圓中 就在這間鎮圓中 我們在這間鎮圓中 在這間鎮圓中 對 我那時候準備考試比較辛苦 然後還有去那邊可能不認識人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度就覺得孤單到 就是打電話給LNG 然後跟就是 那時候你們好像有一個RC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就是 做實驗都到凌晨兩三點 然後走路回家 仙台又是不是雪那麼厚的地方 所以他容易早上融化 晚上結冰 對 然後那時候中摔好幾次的時候 我會很想哭 就是半天四點中摔 好辛苦 好可憐喔 對好可憐喔 就拿到畢業的時候就是 哇真的是很辛苦 好辛苦 第一次很難 結果也是比較小就已經來台北了 對 雖然有兩個吧 一個是剛到台北那個時候 雖然是有教會 可是就很不習慣 因為同學的話題都 就是接不上 另一個就是 錢啦 對啊 家人就常會打開說 我不要再匯一點錢給你啊 有時候就 心裡也不希望家人擔心 不用不用不用 然後去買個三明治 然後 跟我一樣 我大學的時候也是這樣 因為我大學也是來台北念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 對台北的消費習慣不了解 所以就是 一樣是家裡給聯用錢嘛 然後家裡就給我一個月八千塊 但是我是念戲劇戲 所以我們還要去買戲票看戲 通常都是 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 我就只剩大概兩百塊 要過一個月 怎麼過啊 然後我就是去吃醋魚 真的假的 我們去學校的餐廳 因為我們學校餐廳是 像IKEA 就是 餐盤 然後吃完就收到那邊 我就買一條吐司 然後走到那邊這樣去沾邊 剩下 真的假的 然後拿一個便當盒 空調的把它剩下去裝 然後帶個素材 然後還會去 因為我是讀陽明山的文化嘛 山下有一個 披薩哈 披薩哈 他們晚上會丟烤壞的臉皮 然後我就坐公車下山 整箱這樣 扛回去 吃一個禮拜吃到發霉 把發霉的地方剝掉 然後繼續吃 天啊 還沒吃一吃 室友還過來 你這個大餅哪裏買的啊 很好吃耶 小肉嗎 畢可 我大學的時候也是這樣 然後也是家裡說 錢夠不夠用 然後不想 不想講 而且又有一點 不服氣 好慎 我就覺得我一定可以 怎麼可能不行 現在很幸福 現在很幸福啊 我很幸福啊 我在吃到你的三明治之前 都很幸福 都覺得還不夠幸福 還在講 非常幸福 還在講 你忘了當初的心態 哪一個當初 你吃完美的披薩的心態啊 我寧願吃冰那個 那個 那個這次太難吃了 對 很可憐 馬來亞場之前是有過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你只帶了多少錢 五千塊台幣 五千塊 只帶了五千塊台幣 對 然後每天都只喝真奶 每天只喝真奶 超奢華 每天只喝真奶 超奢華的好不好 真奶好貴耶 我不知道哪裡 可以買到便宜的東西 然後就是支付到 就三十塊的真奶 一天一杯 你就喝台幣卡 每天喝一杯這樣 一天一杯 一天喝一杯真奶 然後長這樣子 啊我呼吸喝水 然後變胖 有嗎 像阿伯有這樣的經驗嗎 就是 有有有 一剛開始來的時候 過得也不是很順利 對 蠻不順利的 蠻不順利的 我可以分享嗎 可以啊 我們就是要趁你的流量 沒有 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就是公司有一些問題 就是 那時候我 我的工作還沒有開始 然後先每天上課 那個中文課這樣子 然後呢 不希望老師跟我說 啊不好意思 我今天沒辦法讓你上課 然後我想說 嗯 就是問國師說 欸為什麼不能上課啊 然後 就是 可能 啊 對不起就是我們 沒辦法 付 了 這個錢 所以就是 沒辦法讓你上課 然後我回家 回家的門口鐵 快點 搬出去 這樣子 蛤 不是在房東嗎 對 沒有付錢 沒有付錢 對沒有收到錢 都沒有收到錢 然後也 沒辦法開學 然後沒有店 然後 剛來的時候 體驗人這件事情 然後覺得 哇塞為什麼我 來到新的地方 滿滿的目標 重新開始 為什麼要體驗這麼 恐怖的事情 而且那時候 真的 不太會中文 會覺得很恐怖 而且也沒有什麼朋友 親戚也 家人也都不在 哇 哇 哇 要是我們可以上菜了 可以 好 我們老爸拿到拿手菜 天啊 天啊 哇 有點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是特製的 我稱它為丼飯 丼飯 但是球狀的 這個海苔是不是有味道的海苔 就是有味道的海苔 好像有 調味過的海苔是有吃的 很好吃 好 大家一樣可以慢用 然後這個 我們的主廚已經 忙了一個段落了 所以他也加入我們的話題 RICO本身也算是 一香油脂 也是從花蓮 飄上台北 飄上來台北 偷問一下好了 好沒問題 就是離開家鄉來 來外地工作 跟家裡有沒有 有沒有任何的摩擦 或者是討論 你是這邊目前的 最遠 第三名 最遠是他 最遠是他 他從屏東來的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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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奈川 很香 沒關係 新竹高雄 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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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算是這邊第三名 而且阿嬤姐就在台北 所以 小時候也常來 所以也不算不熟 很熟很熟 對這個地方也很熟的 那我們看一下好了 剛剛閃閃抽的題目 三個 你怎麼那麼多 你吃了三個餅乾喔 哇塞你很餓喔 可能我煮太久了 不會啦 我們這個 我們之後可以 準備一些開會小點給大家 有嗎 人生中做過最後的決定 我應該是養貓吧 養貓 養貓 過世了是不是 還沒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你就是怕他離開你 因為他之前生病過 然後就是 他住院了三四天 然後他是有點 膀胱炎這樣 尿不出來這樣子 那時候他每天就是去 掉點地 然後就是灌在那邊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天啊他不是沒有被我養到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雖然我們住外地 然後有一隻 寵物陪伴什麼之類的 其實是真的 窩心很多 對 但是養了他以後 其實要負責任的事情 也很多 就是捨不得很多事情 這是我做過 我覺得我會後悔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說沒有養他 我可能 就不用擔心他出什麼事情 或者是什麼樣子之類的 這樣子 Riggo呢 有嗎 接這個通告 不會 可能小時候太聽話吧 我的聽話是說 你讀什麼科系 然後我就去 對 對對對 像我 我換過四種科系 繞一圈然後就 什麼都懂一點 最後就想說 那就添我自己喜歡 但是我覺得如果沒有 前面那一些 也不會照就現在的 對 可能也不會有現在的 對啊 造化啦 都是人生 就是自己選擇 是是是 有嗎 全哥想到了嗎 全哥後悔今天來這邊 不會 會後悔先 對 很多事欸 很多喔 對啊 雖然還是會想說 如果再一次還會想台北 可是 覺得沒有辦法 陪在家人身邊 也還是有一點 很多 因為 我的爸爸就是 前幾年中風 聽到消息的時候 我還在學校 就還在工作 還在上課 其實很擔心 但是又覺得自己 都不能做什麼 那個時候 就很後悔 對對對 也不能做什麼 能有點氣自己 對對會有一點 那怎麼就這樣離開家了 有一點 那那時候有嗎 除了薑絲 今年以外 我其實 我是 我的奶奶不是去美國那邊嗎 然後很久沒有去找她 因為長大之後 就是比較忙工作 然後 都沒有去找她 然後 現在奶奶已經八十幾了 所以就是很後悔 為什麼疫情之前 那時候不去找她 這樣子 那 一樣是一個 離家人很遠 對啊 沒辦法陪伴 對 發生什麼事情 就來不及嘛 所以想要趕快去找她 我那個時候在日本的時候 我爺爺去世 真的嗎 然後我狗狗也去世 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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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一起的嗎 我確認一下 因為我會回去看我爺爺 才看到我家狗最後一遍 然後後來 回去日本才發現 他居然要去世 對 突然來了 突然來了一個雙網 突然來了一個雙網 好狂動喔 有點抗議 好狂動喔 欸這下面是巧克力耶 喔對 那是巧克力做的杯子 上面是花生嗎 它上面是那個 三里線 日本三里線的葡萄 裡面也是葡萄耶 對 我沒有吃過這苦味的甜點 因為這是自創的 那那是看到什麼 就是想到嗎 還是 就是腦海中的想像 也沒有特別看到什麼 好厲害喔 好 希望大家今天有吃得很開心 很高興 就是雖然這個 上菜很慢 上菜很慢 上菜很慢倒還好 是嗎 因為他們是自己要來的 所以他們也沒得抱怨 是的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就是可以 雖然不在家 但是有一種 在家一般的溫性感 希望大家一點都舒服這樣 那最後的最後 我們還想要 就是想請大家對 離家的自己 就是說一段打氣 或是鼓勵或是任何 期許的話 同時也是 對在看這一集的觀眾 就是如果一定也有很多觀眾 跟大家一樣 甚至搞不好有人在國外 嗯 想要請大家 說一段 任何的話都可以 嗯 就是 在外面 就真的很辛苦 但是 一定要相信 還有很多愛你的人 嗯 他們會關心你 然後你自己 也要關心你自己 照顧好你自己 因為你自己陪伴你自己走下去 對 就繼續往前走 真的 一路以來辛苦了 但是 繼續加油 你一定會被很多人看見 嗯 對 真的 就是 出門在外的人 真的蠻辛苦的 然後 其實但是 換一個角度想 其實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也可以 體驗 比較不同的一些 生活方式 或者認識到更多不同的人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這樣子 然後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 閃姐 我覺得 自己在外面打拼 就是離夢想 最近的時候的自己 對 然後 永遠要相信自己 因為自己是 陪伴自己一生最久的人 就是 你絕對不會後悔 你現在做的所有努力 從你們口供講出來 非常有說服力 聽了你們的一些故事之後 非常有說服力 真的 瑪莉亞長呢 你也要走好了 你最遠 我先嗎 好 我其實也是要 覺得大家要相信自己的 憑自己的直覺 然後朝自己喜歡的事情發展 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真的很寂寞的話 可以看我的頻道 可以做料理 看你的頻道是不是 只會越來越餓 可能 有這個可能性 對啊 然後發現自己 就是只有五千塊 每天只能喝一杯珍奶 可以看後悩 可以了解中悩 是 對 可以 可以 我的個性是 比較 因為我十五歲 十六歲開始 東京一個人住 所以比較不會依靠別人 就是靠自己這樣子 可是後來 學會了依靠別人 可是有時候雖然是外面 然後要獨立一點 可是還是身邊 就是自己相信 開放心理之後 發現身邊很多好的朋友們 所以就是 可以不要這麼 就是自己真的很累的時候 要學會 依靠旁邊的人 然後很珍惜旁邊的大家 這樣子 嗯 好像是 俗話說得好 在家靠父 出外 出外靠朋友 是嗎 是 所以我剛才覺得 這段話有這麼白話嗎 有 是吧 就這樣 朋友好像真的是 長大以後 開始工作之後 才真的發現 哇 朋友是很重要的 對很重要 會真的在很多時刻給予很多的 打氣跟努力這樣 所以 瑪莉亞上 是這個 朋友的感觸最深 是 好 那我們乾杯 乾杯 乾杯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未來的日子 不要迷惘 是 基本上我現在講的這段話 跟上一集是一模一樣的 不要迷惘 然後找尋自己 然後跟隨自己的夢想 跟隨自己的生活步調 然後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 就是我的人生座右銘 送給大家 好 好 那瑪莉亞 這是我那個乾杯的意思 那我不會 突然忘記一句話給我講 那瑪莉亞 那瑪莉亞 異鄉遊子有一段話 我也不知道我該講什麼 因為我不認為我是異鄉遊子 我覺得 我隨時可以回家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最首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先把自己的身心靈 身體顧好 再去顧心靈 對嘛 那兩者如果都可以兼顧的話 應該 人是很堅強 想送給一槍有這段話 就是 吃飯要吃飽 吃飽就不想家 對 對 吃飽不想家 就是這樣子 差不多就這樣 要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對 不要受任何人影響 其實都蠻有影響 像閃閃也是那個 就是在日本打拼很久 這樣子 三個人我都蠻有影響 但是真的要講的話 好像還是閃閃 因為他就是 離開台灣嘛 但聽他的形容我覺得 好像想像得出來 有多辛苦 然後又在一個很寒冷的地方 又在他鄉 基本上無依無靠 然後有很多夜晚是自己 自己承受住的 我覺得是很偉大的一件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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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摸 雅西 是你嗎 娘西 那少 他的人斜反 他的人斜反 四狗 SGO...SGO...SGO期...SGO期... 時間... 不會...不會... 算啊 看不到日文算了 算了吧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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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現在的主題 大胃王 大胃王 大胃王要準很多欸 有一個餐叫大胃王 對 吃料三公斤 先...吃到好 很吃膩 不想要在家裡 為了面子 就是要... 今天會飽啊 阿姨他在裡面坐 他想說 從外面吃那麼多 要走出來 走心怪 走心怪